这一次是政策组合拳不仅仅是 我觉得就是从技术上来看 我们也觉得就是新高是拿来买的 比如说某股票它突破了这个400以上 那你说回到五六百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悬念 大家好 我是宏浩 欢迎收看宏浩策略 这几天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 迎来巨大的拐点的一天 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货币政策 出台了一系列的组合拳 财政政策也正在发力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在未来几周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政策的细节出台 这是相信是我们近年来第一次 财政和货币同时的发力 那么我相信也是市场的反应 也能够看到整个市场对于这一系列的政策 是欢欣鼓舞的 手上有仓位的朋友 在国庆的假期可以开心快乐地度过这个国庆的长假 那首先呢 这5000亿是他说的 当然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提振人心的东西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我的微博上说 就是这个央行喊你买股票 不够 5000亿不够 我再给 所以呢 他你可以简单粗暴理解为 就是说这个流动性的供给是无限的 那我们都知道呢 在美国做量宽的时候呢 他是印钱去买这个 印钱去买这个国债 我们这边呢是 发钱去买这个 去买股票 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呢 我们理论上来说 似乎没有产生新增的货币的量 但是呢 很明显的这里产生两个变化 一个呢 就是说券商保险 基金手上的票据和国债 拿来做抵押品 用一个非常低的利息 把这个钱置换出来 再去买股票 那么这个钱 我不知道它的利息是多少 可能就是二左右 因为现在十年是二嘛 那我可能就是二左右嘛 因为你直接从央行这个 这里拿钱嘛 那你二的话 你买一个 现在A股有很多股票 它给你五六七八个点的分红率 那是白赚的 这个钱是白给你的 所以为什么不呢 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你这样置换之后 就是你的手上本来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投国债 就是机构投国债的时候 都是持有到期的 因为这个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因为你手上拿的这个国债呢 就是它会持有到期的话 你本金是保本的 然后你还可以获得利息 所以基本上 有大型商业银行 国债市场最大的参与者 就是什么大型商业银行 什么这些保险 他们都是这么玩的 但是呢 如果我现在让你用手上的国债 置换出来一个低息的资金 去买股票的话 那相当于呢 就是说你盘活了这个钱 这个钱本来就是躺在那 对一直躺 躺到到期为止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这个钱被盘活了 所以呢 你在这个宏观系统里头 你的货币的流动的速度 它会发生改变 它会上升 因此 你的货币的 你的liquidity condition 就是你的 这个流动性的条件 还是会大幅的改善 第三呢 就是我手上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保险公司 我手上拿了这些券 我现在挣了两个点的收益 它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 风险偏好的一个资金 对吧 因为我以前说实话 就是说 我拿着这个 我拿着这个钱 就整个 不仅仅是保险啊 银行 就反正整个市场都躺平了 大家都觉得没有机会 所以呢 手上拿这些低风险的资金 赚了两个点 我觉得也可以了 反正保住本就可以了 那现在的不是了 现在就是我拿着两个点的收益 去赚五六个点的分红 对吧 所以呢 我把这个低风险的资金 低风险偏好的资金 变成高风险偏好的资金 这对于市场的 风险偏好的提振呢 不是一点两点的提振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 如此强烈的市场的 这个风险偏好的回暖 对吧 如此强烈的 在短短几天之内 如此强烈的回暖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 那05年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亚上说你来拿着票就来借钱嘛 我借给你 你拿去买股票 当时是没有人敢 就是基本上没有人敢去这么做的 只有有限的几个资金 那当时呢 这个刚宣布这个政策的时候 甚至这个A股市场还往下跌跌破了1000点 然后再反弹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类似的可以类比的一个episode 就是两个时间段是可以类比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么做呢 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吧 那么同时呢 他的这个宣布的时候的也非常有技巧 就是不仅仅说这个 那个我今天要降息降准 然后他还有一个前瞻性的指引说 你如果5000亿不够 我再给你5000亿 对吧 那就是他把以后的路都给你铺好了 而不是说啊 我今天就说5000亿给你了 没了就没了 知识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非常聪明 他这个像欧央行和美联储呢 在跟市场沟通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前瞻性的指引 像公司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你 我下季度我可能要挣多少钱 对不对 那我相信呢 我们政策决策者呢 这样去做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这个与时俱进的一种 一种新的做法 我没有那么贪心啊 我觉得会 首先呢 科技股其实我们之前几次讨论也讨论过的 就是说 我记得你问我 就是什么板块最好的 我们说科技股 因为它的股市很便宜 先进率非常强 还有这个回购的这个力度也非常大 那所以呢 我觉得科技股是有 它是有机会的 所以呢 现在涨成这样 就是说你刚才讲这些 尤其是像 我不点名 就是有一些大型的 这个游戏平台啊 还有这个网络电商啊 这些股票呢 它创了新高 从技术上来看呢 新高是哪来买的 那昨天呢 其实我觉得 昨天出现一些 情况 就是说港股好像去到 一万九千出头 它又回来了 因为上一个高点 在五月份的时候 是一万九千五 对啊 所以呢 大家一看 摸到一万九千 就赶紧就跑掉了 那我觉得这一次 不一样的地方 是上次没有政策呀 对啊 这一次是政策组合权 不仅仅是有 这个货币政策的组合权 还有这个财政的组合权 不仅仅如此 在第二季度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第二季度的earnings 就是这个盈利的情况 非常的强 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那这样的话呢 由于这个价格 其实还跌了一点点 那所以呢 其实它估值比 我们上一次 聊的时候 它甚至是更低的 所以呢 有更多的政策 更强硬的政策 那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出的力度 判比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了 对啊 而且会有更多的细节回处台 估值呢 估值呢 是更低了 然后呢 等等等等 那反而我觉得呢 就是说 从技术上来看呢 我们也觉得呢 就是新高是哪来买的 比如说 这个某股票 它突破了这个400以上 对吧 那你说回到 五六百 我觉得 没有太大的悬念 没有太大悬念 那么 这里呢 是宏浩策略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ETNS三十周年 专注用心并肩超越